嗨,大家好,我是新一 今天跟大家聊聊我现在的无炸爱出行吧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视频 是我之前出门轻货下雨打不到车回家记录的 我现在出门是这样的 是不是很高搭上 很多老粉朋友们经常在我视频里有看到过这个车对不对 这个车叫轮椅无炸爱接送车 这是我们诸州一个机构的服务项目 大大的方便了我这样不能自己上下车 家里又没车的人 以前出门最担心的就是打车 怕被拒载 记得11年有一次出门 在马路边来了一个小时的车 都没有迪士愿意载我 当时真的很无助无奈又有点愤怒 现在不管我出门工作还是就一逛街游玩 我只要提前给他们打电话预约好 就可以无忧出行了 其实在很多国家都有这种无炸爱车 他们叫福祉车 无炸爱车提供的不单单只是接送 还有司机志愿者的爱心的服务 真的很感恩生活在这么好的时代 感恩高科技带来的便利 希望更多的城市都能开到这样有爱的福祉车 能让我们财照朋友们融入社会 实现就业创业减轻家庭负担 为这个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时可以享受美好祖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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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